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兄姐妹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陳秀的時間 我相信有些人都有收集東西的嗜好 比如说 邮票啊 以前的电话卡啊 或者一些地铁卡 特别的那些 我就喜欢收集这个银币 因为以前到处工干了 就去不同的国家 用剩的那些钱都会把它存起来 久久之就变成一个习惯 在不同的国家的银币上面都印有他们的标志 可能是他们国家的元首的样子 或者不同的人物或者图案 新加坡就印了一个狮子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大概五十多年前 五十二岁了 一个一块的银币 现在这个是五毛钱 你看的体质很大 上面这个是狮子 就是代表狮臣的意思 看到狮子就知道这个是新加坡的 在圣经里面也有记在一个银币的故事 就是在古鲁罗马时代 那个银币上面印有盖撒的样子 那个是罗马最高统治者 这个就是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 盖撒的东西但归回给盖撒 神的东西要归回给神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那个马太福音 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 就是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 就说假冒为善的人 为什么试探我 拿着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着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盖撒的 耶稣说这样盖撒的东西当归给盖撒 神的物当归回给神 我们看到这个法利塞人就来试探耶稣 该不该拿税给罗马政府 耶稣很有智慧的回应说 盖撒的东西要归回给盖撒 神的东西归回给神 这两句话在一起提醒我们 我们不只是属于地上的公民 还是属于神国的公民 我们要遵守地上的一切律法 该拉税的我们还是要拉税给我们的政府 这样耶稣所讲的盖撒的东西要还给盖撒 意思是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这个国家 来向政府来交税 有些人说不用交太多税或者满税 或者在这个账户上面做假的账户 他们说这个是灰色地带 没有办法的 但是对基督都来讲这样做法是错误的 耶稣说的很清楚 该撒的要还给盖撒 因为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拉税 但更重要的 原来我们也是天国的公民 我们有没有见天国公民的义务 该归回给神呢? 我们有没有回归给神的东西呢? 可能你会问 什么是东西是要归回给神的?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财感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健康跟等 我们有没有把一些时间归回给神的工作呢?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财感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呢? 我们有没有用那个金钱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 让更多人听到神的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看中地上的财宝 都会看中天上的财宝 但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身份 神国的公民的身份 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爱主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归回我们的东西给神 就好像法利塞人假冒为善的那种态度一样 今天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有两个身份 而且在神国公民的身份 我们才是永恒的 让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 都愿意归回给神 尽力神的大人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上帝满些感谢赞美主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再去提醒我们的身份 就是天国公民的身份 让我们神给你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都愿意归回给你 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感谢主 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感谢赞美 祷告 奉祝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 今天的分享也到此为止 鼓励弟兄姐妹 上网下载一些文档 继续的来查考神的话语 神赐福你们 s内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